上座去 這時候好了之後 對不對 我會把我的火加大 那平常在家裡有煮塞翁嘛對不對 那我今天沖煮的方式其實會更簡單 那層次風味的表現出來 你還是會非常好 不過因為我今天用簡單的方式去沖煮 沖煮出來的味道就不好 其實我們透過這樣子沖煮的目的呢 是希望我們萃取過程裡面 萃取出比較多這個所謂 抗氧化物的部分 這時候有沒有發現我的本層的 慢慢往上呢 那這個動作呢 我是要讓它做悶生的一個動作 然後你們會發現中間這一層出來是非常清澈的喔 嗯 他故意拉開了它 就是因為它這個不適合的 所以他不想我翻層的狀態 那這個粉呢 不斷了 這時候好了呢 我先來選一下我的粉 讓我的粉 是均勻的護到水分 這時候叫門針 那現在我要開始讓它做尊主的動作 我現在已經叫尊主 我裡面的粉層在翻覆的時候 我把火關掉 就來做攪拌 那攪拌呢 比較均勻的前後 攪拌 這樣就可以了 跟我們一般外面看到的 洪西式的沖煮方式 就是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們家 換掉咖啡的沖煮概念呢 是分度細 溫度高 沖煮時間短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水上去 一直到結束 沖煮下來 大概只有一分半 大概將近一分四十秒的時間 就結束 這時候出來的咖啡就可以喝了 那目的 我們會是這樣子萃取 是萃取過的裡面 希望萃取過程 較多的抗氧化物 對我們能體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好 好 這次我的虹隙就好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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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